面对史上最急的跌浪之一,投资者难免感觉惊恐,又或灰心丧志,投资总监Dr.在最近一篇文章,《益述以往的投资经历》,他认为若拉长时框,眼下走势其实未知太差,他亦分享其对大小投资者的建议,不妨参考。 大学时,大与七位老友,每人夹100大元,成立投资区乐部,进军股市,三个月后,报纸头条市道指单日大跌22.687股灾,他输到逐订报纸的钱都付不起。 1999年,基金公司指派他研究欧洲软件,资讯科技股,大举进驻后数月,科网爆煲,2000年3月至2002年10月,纳指下跌78%,一只他跟进的德国电商股,由顶点700亿美元市值,跌至3亿,2008年4月,他推出自己的基金,六个月后,标普500指数跌掉46%金融海啸, 大纸和这些艰难时期相比,现在尚未算太坏,当然,心理上同样难受,不过他会以这些经验提醒自己,今次并没什么不一样,今次不同的理据,看似比比皆是,例如疫情扩散,历史性低息,全球政局大变等,然而他深信始终没有不同,市场中将找回自己的出路。 一如87年,02年和09年,最大的难关,在于身处大幅波动中,无法预测去向,而且剧变的真正理由,也只有事后才知,预测走势的命中率,实际上大受运气左右, 顾达认为应改变焦点,不论是对他仅有500美元资产,用折扣券商操作的儿子, 还是其他行家,他也有相同建议,先忘记一切,不管仓位是何时买入, 沽空,在什么水平入手,都先忘掉,然后尽量客观地,重新审视原有的投资点子, 假设今天就是得到资金的第一天,有那试点子会立即买入,那些条件不符,有现金也不考虑, 当想象中会新增的仓位,对象和数量与现时手持的相同, 那就什么都别做,尽力在波动中坚持下去,相反,如理想仓位与现实有别, 就不应受沉没成本影响,而尽快调交至当下认为最适合的成分, 处置偏误,只赞不止食,规避损失,并捞效应,太集中于进场成本价, 会是非常有害的组合,最好适时进行上述洗仓思考,来判定应有动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